这里面我们就把哲学家就联问题讲讲我们的思路 首先想想如果是哲学家自己 如果是一个人他自己能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是 要不然我就拿两把叉子可以失败 要不然我一把叉子不拿 因为你之后拿一把叉子没有用 拿一把叉子第一占资源第二把还吃不了饭 所以说要不然不拿要不然都拿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指导思想 基于这个指导思想 我们来看看哲学家应该怎么来就餐 他首先我们有一个状态 第一个时间段我们干什么呢 思考 他好像看到哲学家处于思考状态 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吃饭 没问题 当他需要吃饭的时候 他会进入另一个状态 饥饿状态 哲学家他有他自己的状态 四号饥饿状态 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 他还没吃上饭 他就需要去拿叉子 所以他第三步看一下 他看一下左邻居和右邻居是否正在进餐 如果他发现左邻居也在进餐 或者右邻居也在进餐 那意味着他左边的叉子或者右边的叉子 都被别人拿着了 这时候他只能等待 这时候只能等待 他一把也不拿着就等待 如果说他发现左邻居也没有吃饭 右邻居也没有吃饭 那就可以转到第四步去 我可以拿起两把叉子 拿好两把叉子之后就可以吃饭了 吃完饭之后 我放下左边的 放下右边的 然后最后一步重新开始循环 开始思考问题 这就是我们说一个哲学家 他如果在一个实际场景里面 他要去尝试在这个环境下去吃饭的话 他那个做事的方法 他不会说我拿了一把叉子 我还等别的人 这种情况很明显会出现 大家都无法吃饭 这种情况 这是第一个思路 这是说哲学家的思路 那么如果把哲学家的思路 变成一个程序 变成一个进程来执行的话 那计算机程序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作为一个计算机程序而言 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制导原则 第一个制导原则不能浪费CPU资源 第二个进程间 还有相同职员通气 你只有通晓气之后才知道这边情况怎么样 那边情况怎么样 才能确定我下一步应该怎么样 所以他这个程序 设计上面 其实和我们刚才说的 哲学家的一个思路是一致的 他第一步也是思考 第二步也会进入一个饥饿状态 第三步会判断 左邻居或者右邻居 是否正在进餐 很明显这个进餐 需要注意 这个进餐也是一种状态 可能处于叫一庭状态 不是hungry状态 前面是hungry 是饥饿 也不是thinking 那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有三种状态 这也有三种状态 他如果发现 左邻居和右邻居都在一庭 都在一庭 这时候进程怎么办 那边是等待 对于一个进程而言 那就是阻塞 他就会wait 如果说发现左邻居和右邻居都不处于一庭状态 那无论他是处于思考状态还是处于饥饿状态 没关系 这时候我都可以去拿起来把叉子 吃面条 OK 这是他干的事情 吃完面条之后 他要放下左叉子 但这时候呢 当我放下左叉子的时候呢 我需要看看 我需要看看我们的左邻居 他是不是处于饥饿状态 如果他现在处于饥饿状态的话 那看看他是否能够进餐 是否能够进餐 所谓能够进餐 就是他的左邻居 他的这个左手右手的叉子都是空的 这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就唤醒他 同样也是一样 放下右边叉子的时候 要看看右边的这个邻居是否能够进餐 能否进餐意味着他第一处于饥饿状态 第二他有两把 两把叉子是空的 因为我吃完饭了 我会把这叉子肯定放回去 放回去之后 他的这边的叉子是空的 另一边的叉子也是空的 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我就认为 我的右邻居其实可以吃饭 那么他可以把它唤醒 这实际上所谓的唤醒就是 我们说这个signal操作 如果是用信号量来 对 用信号量来处理的话 就是signal操作 好 唤醒完之后 使得别的进程 别的进程也可能吃饭饭 而不是一直处于一种等待状态 就是在S3一直等着呢 不是这样 然后唤醒完之后 等于是我们就可以重新再开始 就是循环了 这就是一个 如果说是让计算机程序来解决的话 那么各个进程之间 它大致的一个处理过程 它有等待 它有唤醒 它还有判断 它有判断 那这里面 大家需要注意 跟前面的介绍不一样 我们前面就讲一些不太完备的一些 不太完美的一些实验方式的时候 它很多情况下是把叉子作为一个零件资源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那个状态 我们哲学家的一个状态成了零件资源 因为它需要判断这个哲学家是否处于饥饿状态 还是处于异性状态 这个很重要 这个成了一个反而成了一个零件资源 而不是说简单的一个叉子 多了一些状态的一些表示 我们需要对这些进一步的去处理 才能够设计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程序 那怎么来编写程序也是一样 既然我们前面说你有各种各样的状态 那我们需要把这些状态 能够用相应的数据结构来表示 这个还是比较好 用美举方式会表示三种状态 thinking, hungry, eating 这三种状态 那这个状态本身是一个零件资源 它需要护刺的表示 需要护刺的访问 比如说你要判断它的时候是毒 你要设置它的时候是血 那你需要把这个 确保这个毒和血的时候 是要护刺的 这是要进程间护刺 那需要一个护刺的一个信号量 然后你还要唤醒 一个哲学家吃饱之后 他要唤醒 可能要唤醒他的左灵或者右色 那这两者之间就成为同步 我吃完之后我要signal他 唤醒他 因为别人可能处于waiting状态 然后把别人处于waiting状态 把别人处于waiting状态的进程 这个护刺进程来唤醒 这涉及到同步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要针对这三种情况来设置我们现在的状态 那我们看到 第一 护刺各数N 这代表5 这比较好理解 那你左和右两个表示 那代表I和I加1MODN 左就是I又就是I加1MODN代表U 因为它是排着一个环状不会超过 不会超过5 然后thinking hungry eating分别用一个整形数012来表示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这是每一局类型 每一个这些亚太有自己的状态 那明显是一个宿主 就是state N代表每一个人在当前的状态是怎么回事 好 那这个状态是个临界制约 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状态 我可以设置它 我自己 我可以设我自己 那别人还要去读判断 判断的道理处于Hungary还是处于Eating 那所以说呢 需要有一个 需要有一个护刺的一个信号量 护刺的一个信号量 它能够用来保护对这个state的访问 读或者写操作 那么这个护刺信号量 初始值为1 好 另外我们说还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唤醒 唤醒其他邻居 这时候会有相应的 也是有5个信号量 5个信号量来表示同步这么一个操作 它处置的是0 这里面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这个唤醒 那我们可以看看 假设我们基于前面三个描述 来定义这么一个数据之后 我们怎么来设计它整个的处理过程 就整个这家的一个思考 吃饭 再思考这么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这个哲学家的函数 其实就是这个 我们说这个哲学家进程的一个算法的主体 就是这么一个函数表示 那么这函数就是可以看到它又带一个参数 代表当前哲学家的个数 第几个哲学家 如果是第0个还是第1个还是第2个 好 每一个哲学家干的事情都是while循环 while处做一个循环 一直在思考吃饭 思考吃饭 但是这里面需要注意 我们有个对应关系 思考就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步骤 有S1到它有S8 S8就while循环了 那S1到S7这块是它的主体 S1代表思考 那么S2到S4 就是判断拿叉子 判断拿叉子 那这里面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我拿到叉子 或者我拿不到叉子 我就会主射 会被等待 这是S2和S4做的事情 那么S5就是一体 就跟那个完全对应 S6到S7 是完成放叉子的过程 要把叉子放到原处 且我还会通知我的左邻右舍 那可以看到 这个按照从初到细 逐步吸化的过程 我们可以把这个函数的一个 折压的一个函数的时间过程 大家这么来表示 一个while循环来表示 那这里面的重点 这里面的重点实现 就是take force和put force 怎么去拿叉子 怎么去放叉子 这是我们要去 重点实现的 think和eat 我们后面会提到 相当于说比较简单一些 首先看拿叉子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对于我们这个哲学家而言 或者我们哲学家的进程而言 他要不然拿两码叉子 要不然被主射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原则 那么基于这个原则 我们来看 怎么来设计这个take force 首先第一点 我要take force 由于我hungry了 就我现在饿了 所以我手下保的状态 设成hungry 这是第一步 先不管就是 我怎么拿 因为我拿 可能拿到 也可能拿不到 但至少不管拿不拿到 我的状态 已经是hungry了 所以我会要state i 设成hungry 表明当前 我这个哲学家 可能是D0号 可能是DI号哲学家 他是hungry 这个是一个负值操作 第二步 正常情况下 我就应该说 我饿了 我就应该去尝试着去拿 因为你不一定 可能拿不到 所以我会尝试着去拿两码叉子 就test take left and right 这个fox 这么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细节 我们后面会减到 至少我们可以这么来表示 我饿了 我试图去拿两码叉子 OK 如果我拿不到叉子 我就会被阻塞 就这个p操作 psi 就我们前面讲到 表明 就是用来表示 这个 哲学家之间 相互之间进行交互 进行通信 表明当前 我是被挡着 还是需要被唤醒 这名的p操作 因为我拿不到 拿不到 我就用p操作 OK 这是大致好 这么一个实现 就OK了 但其实这里面 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 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 你说hungry 这hungry是一个 是什么呢 是需要去互赐保护的 因为hungry本身 它是 这是个写操作 有可能别的进程 别的这家进程 正在对它的 左零额色性判断的时候 它会去读它 读它 会根据它这个 当前的状态来判断 它下午该怎么做 怎么来放叉子 是否需要做唤醒操作 所以说这个state state的负值 需要一个pv操作 保护起来 同时也是一样 那个在test take left and right fox的时候 也会需要去对 其他的哲学家的 因为它要判断 我是否能拿着叉子 我要看其他哲学家 是否处于一挺 如果其他哲学家 处于一挺状态 我就拿不到叉子了 所以说 这两个操作 很明显需要 一个p和v操作 保护起来 就是mutex 来互次的保护起来 OK 这一步呢 光有这一步 还不够 那这里面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就是这里面 其实我们还需要 进步去实现这个test take left and right fox 就试图拿两把叉子 怎么操作 这个操作 决定了我到底 能否拿到两把叉子 还是不能 但需要注意 我拿两把叉子的过程 其实也在pv的保护之中 可以看到 怎么来做的 那么这个test take left and right fox 它的函数怎么实现 那它其实是一个判断 在这个刚才 我们说 试图拿叉子 takefox 这个哲学家 他首先把这个参数传过来 我自己 比如说我是第0号哲学家 OK 那我就是把这个 int i这个参数传进来 这个i是0 那判断自己 如果state i等于hungry 因为i等于0 那我自己 自己是不是hungry 很明显 我前面已经复职了 我是hungry 没错 第二步要看什么呢 且 且我的state的left state left什么呢 left就是我的左边 我的左边 我的左边什么 我的左边是1 我的右边 我的右边是5 我的右边是5 左边 这个哲学家 他是否处于e挺 如果他不处于e挺 且他的右边也不处于e挺 那意味着什么情况呢 意味着 我的左边的叉子 和右边的叉子是free的 OK 在三个情况 都满足的情况下 那我会把我的state i 自成e挺 就是把我自身的状态变成e挺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时候 第一我先保护起来了 我就是有两个pv操作 和前面的pvmutex操作 保护起来了 在保护区间里面 我就判断我的左边的叉子和右边的叉子是否free 那他是不是直接看叉子 而是看状态 因为一个直接家 只要他不处于e挺状态 也意味着他一定不会拿叉子 一定不会拿叉子 所以说 只要我的左边右边的这个职业家 我的左邻右射 没有处于e挺状态 且我自身处于hungary状态 那我可以 那我可以把我的状态制成e挺 只要把我的状态制成e挺 也就是隐含着表示我两把叉子拿到锁了 OK 其实看到这个叉子 两把叉子的到锁 并不是有个具体的一个叉子的一个变量来表示 而是说用我们的状态来表示 我只要处于e挺状态 那代表就是我的两把叉子拿到锁了 因为我们这里面前面也讲到了 拿一把叉子没有意义 所以说我们只需判断 你是否拿到两把叉子 还是没有拿到两把叉子 那么拿到两把叉子呢 实际上就是说我处于e挺状态 其他状态就是没有拿到两把叉子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e挺就代表我两把叉子拿到锁了 好 光把这个state i设成e挺 就把我自身设成e挺之后还不够 我们还要做个VSI操作 但这里面比较奇怪 一般来说我们VSI是V操作 是通知其他进程 通知其他进程 让其他进程做一个唤醒 等于是V操作有这么一个功效 但这里面呢 它的i是0 我们先说这0是代表自身 我要V自身 V自身的这个同步的信号量 那它什么意思呢 前面需要注意 我们前面里面做这个 给它这个SI的付出值之后 SSI的出值是0 出值是0 所以说这个V操作之后呢 SSI的值变成了1 变成了1 我自身变成了1 实际上就是说自身通知自身 我自己可以吃饭 就这么一个操作 这是在getfox的时候 掉这个test take left right fox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它的一个实现 那我们需要注意 我们这里面讲的这个 test take left and right fox 是被getfox调用的 后面还会讲到 它还会被putfox调用 那么它在不同的行数里面调用 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面是对自身的状态做了一个设置 只有当我自身处于hungry 且我的左邻右舍不处于e挺状态的一程度下 我会改变我的状态 变成e挺 代表我拿到那把叉子 且做了个v操作 通知自己说可以吃饭了 为什么要通知自己 我们可以看看 为什么通知自己可以看看 那是由于我这边后面可以看着 做完这个test take left right fox之后 还会有个p操作 正好把这个加1又做了个简易操作 使它又变成0了 OK 但这个p操作不会被主射 需要注意 因为它做了v操作之后 做了vsi操作 在test这个函数里面 做了个vsi操作之后 它会把它变成1 然后再做一个p操作 把它变成0 做这个p操作之后 不会被主射 它会继续的往下走 去完成正常的吃饭的过程 这个是它一个实现 它因为它唤醒自己 其实没唤醒 只是说 把它这个 它这个同步这个 信号量呢 做了个加1操作 使得我们接下来做p操作的时候 不会被主射 达到这么一个功效 这是take fox的一个实现